对不对 记住 这边有 这边一定要有 没有的话代表什么呢 半天掉 懂吗 这样半天掉 掉在上面的 没有根 没有根 所以这个有没有才 有 年 这个是年月日时 明白吗 年代表什么 上面 这个叫年 月呢 心脏 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 哪里有病 那么这个呢 是偏财 偏财 偏财在上 偏财在上 好 好好 好好打起精神 把精神养好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在农历 58 59 60 这三年 比较容易 得到小财 除非是 家中 东北方 出了问题 否则 这三年的财富 多少都会 让你感觉到 比较宽心 所以财富有没有 有 58 59 60 60的时候应当是有的 健康方面 但 健康方面 在这三年 就是 58 59 60 这三年 这三年 要特别的注意 床头最好朝向西北方 知道怎样看吗 一个人睡觉 头 脚 所以我们要站在 他的床脚 看 拿你们的 那个campus 这样看 床头朝向什么地方 这样看 记住 所以再说一次 睡觉 头在那边 脚在这边 要这样看 有罗盘 就这样看 千万不要放在 他们的 那个 床上 就不对的 要记住 要这样看 所以健康方面 你的床头 一定要朝向西北方 那么 要注意图片的 给你的 这个建议 图片的指示 你要注意图片的指示 就这个地方 颜色 所显示出的 这些 前后 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十之八九的问题 都在你的 前 前面 要注意 好 我们的 十一月 十号 十一号 十号昨天过了 十一号今天 还有十二号 我们都有 帮助你们 消除 工作 受气 财运 无力 小人 作祟 口舌 是非 这些 我们都有帮你们 而且 在这段时间 也有教你们 怎么样接手印 我们一个一个 助理都会教你们 怎么样接手印 之后呢 就帮你们 撒干露水 这些都是免费的 今天呢 是六点 明天呢 是三点 明天下午 是三点 所以不用 赶着今天 明天也可以 三点 那么每个 拜五 拜六 礼拜 一传十 十传百 每个拜五 拜六礼拜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 应该怎样帮忙 我们的朋友 所以跟他讲一声 你去啦 去啦 这样子 可以叫他来这里 有些人他们不太相信 不用钱吗 真不用钱 真的是不用钱的 今天也有 好 这个第三号 二号的 好 这是三号 刚才那个是二号 三号这个是八零年的 问的是财库 偏财 正财 你的脸都不太像 那么会问财的 几乎全部人生的财 他都问了 问到完了 好 属金 属心金的 十个女人 九个属这个心金的 都是很重视家庭的 非常重视家庭 非常重视儿女的 然后 其实你的八字 问的是财库 财库在位 这个八字 注意 这个人 你看到吗 这个叫偏财 看到吗 他的八字是有财库的 所以这个是你的财库 你的财库在位 这个叫做谁 那个李嘉诚 李嘉诚也有财库 他财库也跟你一样在这里 不过人家唯一不一样的是 他的财库已经满出来了 你的比较干燥 要有一点润肤露 当然了 你的财富像他这样子就很好 所以我们看命的人很喜欢谁 很喜欢那些还没发达 而会发达的人 我们很注意这些人的 因为你轻轻地拍他一下 他都发达的 因为他一定会发达的 所以你这个不行 你这个两次都不行 五次都不行 需要指点你 你要听清楚 但是这个八字 不做生意就可惜了 不做生意就太可惜了 财库在位 在农历三十一岁 现在三十八岁 农历三十一到四十一 这十年 劫财与筹记当家 劫财当家 就是有钱就不就不见了 有钱就不就不就不见了 一下子就不见了 不用等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 就不要跟银行贷款 你跟银行贷款 一下子就不见了 怎么还他 使生意不能够扩展 因为守不住财 赚钱你很会 守住就不会 好像鱼一样 单手抓鱼 知道吗 一下就跑掉了 农历四十一岁九月 多两年三年 四十一岁九月 农历 开始 大运将财库合去 成大运三合局 好好的去做一个准备 谨慎行事 就能挣大钱 你做什么 你现在有没有做生意 你也不可以到时候才做 四十一岁九月好 那我四十一岁九月做 不可以 一定要现在就开始慢慢地做 慢慢地学 等到那一年 那一天 那个月 九月 九月初八 去注册 然后 在那边一直笑 我是老板 那要吃药了 现在就要开始做了 现在开始做 但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你可以做水和木的行业 水和木 水和木是什么行业 跟我们的助理 跟我们的助理 你一定要靠北方 才能够让你的裁员广进 北方对你非常重要 那么一定要注意 在你的八字有一点慢 你的八字有一点慢 就是要发达 要什么 会很多的顾虑 很多的顾虑 这个放不下 那个放不下 所以你要做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的孩子 很喜欢吃糖果 那你就开糖果店 这样的意思 你的孩子 很喜欢喝牛奶粉 你就开牛奶粉店 就这样子 也帮助他 也帮助你 我以前有一个顾客 不能饿的 十多年前 他说 死可以 穷可以 如果人家给他一碗饭 在他饿的时候 他说有人给他一碗饭 要他去杀人 他都可以 就是说 他的意思是要告诉你 他不能饿的 你可以骂他的父母 可以杀死他 但是你不可以 把他前面的饭 拿了丢掉 他会把你杀死 他那个饭 对他吃 对他真的很重要 我说这样子 你就去开杂菜饭店 杂菜饭 整个开了 开了很好 非常好 为什么 还没有卖 他就先吃 现在呢 现在有几家 我不知道 没有详细算 现在已经很好了 现在是数一数二的了 现在四辆车 四辆车 让人家每天 十二点一次 不是 一点一次 六点一次 四辆车 新加坡跑 去收钱 背乎啊 人家收钱 给driver 收钱 都买BM给他 你看 不过那BM 听说是游赛 游赛家 这个就是给你的三号 给你的建议 你要好好的 好好的 疼爱你的运气 男人不是不能靠 是可以靠 但是如果 边靠 边做生意 两边靠 会更稳 还有女人 咋不 眉毛 要画好一点 不管是老女人 还是小女人不用 太小不用 老女人什么都好 眉毛 女人好不好 运气好不好 都在眉毛 眉毛细长 懂吗 细长 不要粗 不要像毛笔一样 远远看 只看到两个眉毛 眉毛 闻的也行 闻的也行 记住 最怕的就是断眉 十个女人 九个断眉 怎么断 画啦 断眉就画啦 不过你 而且如果今天的运气要好 眉毛一定要平均 男人不用紧了 男人的眉毛要粗 哇 有一些夹腊啦 还去 斑啦 那个严重啦 男人的眉毛要粗 越粗越好 不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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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啦 尽量的去查 女人的眉毛要细长 如果有大多数 这边有 这边没有吗 画啦 画也可以 或者拿那个 那个我们成辣椒的那个碗 大概画也可以 所以还有一点 天要亮 地要稳 意思是什么 这边的眉毛 要画 要画得比较亮 你的这个口红 就不要抢它的光 有些人的口红很亮 它的眉毛 就 就远远看 就看到它的嘴巴而已 没有看到 那也不好 所以 嘴巴不要抢它的光 知道吗 好 第四 六二年的 谁 又是谁啦 你差不多全家都问啦 嫁啦 孙啦 龙中猛了 所以一次只能问两个问题 一次只能问两个 所以你们可以这样子啦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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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来啦 你来两个月 全部问题就问完了 千万不要问 我什么时候死 哎呀 不要问这种无聊的 而且啊 说什么时候死 我们会跟你说 但是这样会 速度会加快一些 会更快 知道吗 好 第四个 问的是事业 它的事业 还有 运程 现在你在 现在你的 这个 它这个命是属火的 要记住 属火 属火生在什么月 冬天 冷 你们有没有看过下雪 下雪冷的时候 最受欢迎的是什么 火 你起火 你起火 就很多人在那边 是不是 不过现在不是 现在是最流行的是 冰棒 下雪很大 他们吃 现在很流行 古代啦 古代 所以这个八字 水太多 水太多了 水太多代表什么呢 冲动 所以你说话 你说你的就对了 他不听是他的 过一下子他就听了 但是一直 就不可以了 这次是老虎 不是猫 这个时间的老虎 如果你是属老虎的 尽量不要半夜出事 懂吗 尽量不要半夜出事 下午出事可以 老虎的这个情绪 比较低一点 好 好问的是事业 现在你的运势 属于无财有器 这个运 看到吗 我教过你们的 无财有器 现在他的运势 属于无财有器 现在 确实是可以做生意的 他问你能不能做生意 可以是可以做的 因为无财有器 所以恐怕 他会遇到资金上的问题 想要做可以 怕有资金上的问题 倘若是资金方面 真的出现问题 一定要小心谨慎处理 不要随便的跟银行借钱 2018年为虚 明年 是虚年 虚年 自身效 自身效为赢 他本身自己属赢的老虎 大运为五 他的大运走五运 三合 成喜神 齐菊 这叫齐菊 齐菊 好好珍惜这一年 此乃 咸鱼 咸鱼翻身之期 明年是他的咸鱼翻身 不是 他是属老虎的 叫咸虎翻身 请不吝点赞ktop 转发